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夕阳的深马路两边 坐落相对疏落的 碑山椰街及卢石堂行 原来昔日这两条街 实为一体 是过去避风堂 仅存的记忆 卢石堂原名卢石堂或卢迪堂 过去曾经是澳门的渡头水口 因为乱石堆岸 卢迪迪花重生而得名 与沙南堂 白眼堂 组成北湾三堂 18世纪中后期 清政府曾经在今日的 碑山椰街处設有官衙 但因为后来 奥督阿玛拉租行食后 于父无能的官员 担心租报复 弃苦连夜潜逃 相传俗语行得快好世界的原句 是行得快有鼎大 就是这个官员 以官职利友轎夫 加快脚步逃走而留下 亚本丢空之后被蒲国政府占用 并且改建成军营 而政府还驱赶了原先停泊在附近的船家 留出位置停泊官方的重裸小艇 同时在这个时候 将奴石堂的奴旨 从草花头变成火之旁 但它的原因无从稽考 1868年 奥蒲政府着手在内港填海造地 以今天卢石堂街为中心 辟出陈家为木桥街 深浮头街等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 土地填成后 奥蒲政府曾拍卖该区土地 后来被鸦片商人全数买下 用作鸦片生意 后来先由上架行汇馆的发起人之一 华商梁北塘逐步扣回 并将该区发展成为以手工业为主的街道 鼎盛时期 几乎全澳的木丁、家司、字画等手工艺店 及打针工厂都进驱区内 鸦片盛行的时代背景下 区内还出现过 沉明海外的烟窗制作业 出产的马胶窗甚至远消北京 亦曾有赌场、妓院等产业 与毒和气相生 1918年深马路开辟 将原本的炉石堂街切开两边 即今日的炉石堂行及炉石堂街 后来在1926年为纪念世世的私人碑山爷 政府将炉石堂街改名为碑山爷街 及后年间澳门禁毒禁窗 并规范薄彩业 使区内的黄岛独产业逐渐消失 由洞洞民房住宅取而代之 昔日的北湾山堂 如今再以另一种形式 成为居民在城市生活中的避风堂 盧伟迪花重生 如歌护达之境早已不再 只留下盧石堂这个名字 纪念那永不回来的风景 有编程 未经许可,不得翻讯